字幕提供 YoYo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日本職棒為主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上次和大家一起回憶了一場經典的台灣國際賽 今天繼續帶大家回憶國際賽名場面的經典人物 這次要說的比賽是和04年雅典奧運有許多的共通點 過了快10年,王牌還是同一人 兩場比賽台灣都是王建民主頭 也都是在延長賽由日本隊獲勝 9年前有高橋王子擊碎了台灣球迷的心 高橋王子的故事我們下次再講 而9年後的這個男人再一次一棒打碎了全台灣球迷的美夢 他是近代棒球全台灣球迷心中的Tone 2013年經典賽第二輪副賽的MVP 井端紅河 日文名Ibata Hirokazu 1975年與神奈川縣出生 173公分73公斤 是一名右頭右打的球員 守備位置是游擊、二壘、三壘還有一壘 17年的日子生涯累積1896場出賽 1912隻安打、56隻全壘打、2成81的打擊率 長打率3×52 OPS0.706 由於井端的生涯很長又非常的穩定 我怕照數據講下來的話大家會聽到睡著 而且要講到井端就不能不講到荒木雅伯 所以我決定在這支影片做一些新的嘗試 還請各位看完後再給我一些意見 井端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接觸棒球 並且也有著想要成為職棒球員的夢想 國中進到中島中學時主要擔任的是投手 很偶然的在一場地區大會的比賽中 井端的投球剛好被經過比賽的野村客也看到了 於是在他國中畢業那年的暑假突然接到了一通電話 竟然是野村本人打來的 電話中野村問了井端他對高中有什麼打算 井端回答他只打算到家裡附近的高中就讀 野村聽到後則告訴井端 如果你想要打高中棒球就應該到一支強隊去 於是野村將井端推薦到了隔壁市的絕月高校就讀 這個字好像唸哭 但我就想唸絕,不要煩我 而且野村還在電話中告訴了井端 比起當投手,當遊擊手會更適合你的 於是進到了高中後的井端 聽取了野村的建議轉念為遊擊手 並且就如同野村所說的 井端迅速成為了一名優秀的遊擊手 儘管沒有成為怪物般的選手 但他也一點一滴的累積著他那身後的綁手功力 時任絕月高校的桑園監督甚至表示 他在井端的高中生涯中沒有看過他任何一次離譜的傳球失誤 高二後的井端也跟著球隊一起打進了92年的春甲和93年的夏甲 分別敗給了松井秀喜領軍的心靈高校和路爾島上攻 而高中畢業後的井端並沒有馬上投身職棒的選秀會 他選擇進到了職棒選手的搖籃 亞西亞大學就讀 而亞西亞大學球隊的風格也是出了名的軍隊式 甚至可以說是地獄式的風格 井端也在這種高壓的環境下 將自己的守備能力繼續往上提升 而且打擊方面也有著不錯的發揮 大學四年通算81場的初賽 269個打速打出了78隻安打 有著兩層球的打擊率 四字拳壘打和33分打點的成績 並連續三季拿下最佳9人 於是他在大學畢業後 1997年的職棒選秀會上 在第五輪被中日龍隊選中 據說他在街道被子民的電話通知時正在打小鋼豬 而當時的簽約金是6500萬日圓 年薪900萬日圓 同年的選秀會好手還有高橋遊生 穿上獻身 武神蘭亮泰 還有曾經來過台灣的小林亮寬等人 進到職棒後的第一年 緊端幾乎都在二軍度過 一直到球盡末才有機會上到一軍觀光 那他也很快獲得千發出賽的機會 並打出了生涯首之安打 2000年球季開始 因為優異的手背獲得了大量的帶手以及帶跑出賽 雖然打數也不多 但有著突破三層的打擊率 也讓教練團發現 緊端不只能守 而且進攻還算不錯呢 另一方面 1995年球季的第一子民 荒木雅伯 也在二軍的磨練下 打擊開始斬露頭角 原本守外野的荒木 因為判斷的問題被教練叼往內野後 在2001年球季 中日的傳奇組合就這樣誕生了 2001年球季 中日為了強化中線的手背 也為了填補總田人交易里隊的空缺 於是將浮流效界調離遊擊轉往外野 這也讓浮流能夠更專注的在打擊上面 之後也成就了一位打擊王 而遊擊大觀則交給手背達人井端 二壘則在力量合意轉往定著三壘後 由荒木雅伯在球季後半成了固定的先發二壘手 加上原本的三騎武士還有錦上醫術等人 這看似豪華的陣容卻完全沒能發揮 最終球隊只拿下了第五名 球季默的一波七連敗 也使得總教練新野仙衣下台以示負責 不過也從這時候開始 荒木和錦段兩人在手背上是越來越有默契 而後面的十年間 儘管其他隊友來來去去 錦段和荒木這隊黃金組合 一直都是陣中最穩定的開路雙箭頭 到了2004年球季 中日換上洛和博滿監督後 黃金組合對他所帶領的劈甲野球 成為了最堅強的後盾 荒井二人不僅在打擊上 都能夠有三層上下的打擊率 兩人的手背更是從2004年到2009年 拿下二油精手套的六連霸 2004年到2006年也創下最佳九人的三連霸 隨後的2006、2007年球季 中日更連續兩年打進了日本一大賽 終於在2007年擊敗火腿隊拿下日本一 從此開創了著名的中日王朝 到了2008年球季 取得自由權之格的緊端並沒有行使之格 他和中日簽了張對死最長的五年複數年合約 年薪也突破了一元大關 2009年初 正在關島進行自主訓練的頸端 眼睛突然感到又腫又痛極度不適 回國後被診斷出是泡疹腳膜炎的疾病 這是一個很難治療 而且有可能會失明的難纏症狀 同時間頸端的右肩也出現了傷勢 教練團於是將頸端和荒木的二油手背位置對掉 不過由於眼睛的不適應 頸端無法適應二壘的手背 開季後兩人都還是待在自己熟悉的位置 這個眼睛的病 頸端後來回憶表示 他當時站在打擊區上看到的球都是模糊的 手背時接飛球也只能憑感覺去接 然後他就這樣全情出賽了144場 打出了3x06的打擊率 還和荒木一起完成了二油金手套的六連霸 你這是開外掛來著吧 到了2010年球季 荒井的二油位置確定對掉後 也中斷了兩人的金手套連霸 頸端因為眼睛疾病的關係 整季只出賽了53場 是他繼2000年球季以來 首次沒能達到規定打數 球季結束後也被大幅減薪 年薪從3億日元調降為1億8千萬日元 而由於這個眼病 接受了許多治療始終沒有好轉 甚至嚴重到在家時連電視都沒辦法看了 以至於頸端也在這年萌生了退役 於心不忍看他就此隱退的頸端夫人 何眼明子 他為了丈夫四處奔波 找了許多名義來醫治他的眼睛 甚至說出想要把自己的眼角謀捐贈給丈夫 好讓他可以延續棒球路 這份心意真的感人 雖然最後沒有真的捐贈 不過在這愛的力量加持下 頸端的眼睛開始漸漸有了好轉 職棒生涯也得以延續 2012年球季 中日再次贏回了高牧首監督的執教 高牧監督上任後就決定要讓頸端重回遊擊房區 而這個決定也讓黃金組合再一次創下了巔峰 頸端在攻擊端打出了兩層84打擊率的好成績 並且睽違三年再次拿下了遊擊的金手套獎 球隊也在投手群燃燒火幣的火力全開下 再次打進了季候挑戰賽 可惜中日在央年冠軍賽上苦戰六場後 不敵巨人隊無緣晉級日本一大賽 而這年表現優異的景端 也在年底入選了經典賽的代表隊名單 其實從2001年起 大大小小的國際賽事景端都有參與到 包括01年的世界盃 02年的週季盃 03年的雅錦賽 還有07年的雅錦賽 不論是職業業餘混合或是全職業的陣容 都能看到守備極為穩定的景端入選 在這種短期盃賽 守備是最為重要的 一次失誤就可能讓整個系列賽走向完全不同的結果 不過守備組的景端 在第一和第二屆的經典賽 因為遊擊都有著同為金手套級 打擊卻比景端好上不少的川崎中澤 西剛剛 還有中島玉芝等人入選 景端一直到2013年才再次以38歲的年紀入選的代表隊 成為了經典賽的高齡菜鳥 而久違穿上國家隊制服的景端 在這屆的賽會也有著很好的發揮 其實最初景端並不是設定的先發人選 而這屆的日本隊從開幕以來一路走的跌跌撞撞 第一場面對到實力有段差距的巴西隊 兩隊占到了八局還是由巴西3比2領先 在八局上一個得點圈的打擊機會 景端發揮老將的代打價值 他取代前面三個打席沒有劍術的倒夜讀記 在關鍵時刻打出一隻安打將比數追平 隨後日本隊再打下2分,收下第一勝 而這個代打也展現出他火燙的打擊手感 接下來的比賽他都以先發二壘手的身分出賽 接著我們就來回顧對戰台灣時這讓人心痛的一擊 比賽前半段日本隊在王健明的封鎖下進攻是一籌莫展 到了九局上半眼看就要拿下這場勝利的中華隊 兩人出局輪到頸端不是英雄就是狗熊的打擊 這點的頸端前面已經打了兩隻安打 是日本隊陣中最需要注意的打者 第一球配合戰術鳥谷進刀上了二壘 這關鍵的判決主城給了一個safe 當時沒有重播輔助判決 不然這場的勝利… 接著在球數量好量壞的情況下 阿文你整個投到正中間啦 錦端這種急速的打者投到這個位置是不會輕易放過的 記得這球打出去的瞬間我真的好難過好難過 隨後日本隊在延長賽靠著中田翔的高飛犧牲打 我又出門去吃鍋貼了 這隻安打他本人在賽後說他是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 而錦端也因此獲得了東京第二輪副賽的MVP 後面的比賽錦端依舊維持著火燙的手感 整個賽會5x56的打擊率打出10隻安打和4分打點 也獲選賽會的最佳9人 錦端完全展現了老將的經驗以及成熟度 不過很可惜的日本隊在這次挑戰冠軍失利 而錦端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經典賽就這樣畫下了句點 現在在回顧那場中日大戰已經沒有那種難過的感覺了 但當時心碎的心情我真的一直都沒有忘記 雖然很喜歡日職 但還是好希望有天台灣能夠打贏全明星的日本隊 經過了經典賽的激情 回到職棒賽季後 錦端雖然還是有著100場的初賽 但打擊能力明顯的下滑 整體只有2x36打擊率的表現 到了球季結束後 由於球隊的整體戰績下滑 不免會有一波減薪的出現 不過錦端沒想到中日球團竟然只開出了2300萬日元的合約 相較前一年的1億9000萬相差高達88% 這讓他非常不滿地表示不會簽約 甚至連邱訓都不參加了 接著在11月以自由球員的身分 和巨人隊簽了一張4500萬日元的合約 從此荒景連線成為絕響 而荒木則是繼續留在了中日 並且達成了剩養的2000安 隨後在2018年隱退 到了巨人隊後的緊端 球隊希望借重他的經驗來帶領球隊 主要擔任二游的替補要員 以及引導年輕選手的任務 巨人隊也在他的加持下取得了聯盟的優勝 不過很可惜的連兩年都在季後賽失利 於是2015年球技結束後 緊端宣布了他將隱退的消息 他表示沒有想過自己會打到40歲 過去的18年就像做夢一般 而他的這18年也帶給了球迷許多賞心悅目的回憶 仔細看了一下近代的二游組合 除了廣島的田中橘池 跟荒景有得拚 其他都很難有荒景組合的內野絕望感 希望在未來球界還能再次出現如此優質的二游組合 最後再來看一下這對黃金組合的精彩表現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